你有你查我有我做 虽然中国政府严查资金外流 但是富豪们还是有办法把钱偷偷运出去的 中国法律规定 每人每年最多可兑换5万美元的外汇 但是中国富豪对海外备用选项的需求激增 无论是资产多元化或是为了潜在的移民铺路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 开始将资产转移到国外 数量如此巨大的钱又是如何转移的呢 主要方法包括 一、利用地下钱庄转账 二、携带现金出境 三、利用家庭和朋友的配额 这些方法被称为开分洗钱 或者按照中国官方的说法 叫做买一般家事购汇 中国富豪通常会冒险委托地下钱庄哈瓦拉 将自己的财产转移到国外 哈瓦拉是一种非正式的价值传递体系 只透过经理人在庞大的非传统银行或金融交易网络中传递金钱 上海一名教授曾指出 这类机构正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就像准银行公司一样运作 但因为在没有监管的情况下运作 所以是处在灰色地带套利 中国外汇管理局报告则指出 未在甘肃省的调查 发现一个资产高达756亿人民币 约488亿令吉的行动 这笔钱分散在一个由5个组织组成的网络 而这些组织使用了中国20多个省份 多达超过8000个银行账户 房地产顾问公司居外 IQI预测 未来两年预计将有超过70万中国人离开中国 中国人之产的热门选项包括澳洲、加拿大和英国